俗话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句话也是现实的写照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感情太假 根本找不到真爱 更何况娱乐圈中呢 他们的感情更是不容易维持 但是总有几个特例 他们就是同享福共患难的夫妻 想起大家应该都猜到是刘涛了吧 大家对刘涛的印象就是贤妻良母 还被大家称为国民媳妇 深受大家的喜爱 回顾至今刘涛出道多年 他主演的影视作品众多 更是被称之为宅男杀手 在事业辉煌时期遇到了老公王柯 两个人举行了盛大婚礼后 刘涛就慢慢退出娱乐圈 并运有一子一女 就在大家本以为刘涛嫁给了富豪老公 能够过上好太太般的生活事 没想到当时的王柯竟遇到了金融危机 导致公司破产 瞬间负债四亿 一夜之间他们的美好生活没了 可能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后 会选择离婚 但是刘涛并没有 在他得知王柯受到了这样的巨大打击之后 作为妻子的他 并未在此刻选择离开丈夫 也没有就此放弃 反而是重新回到了银屏 付出娱乐圈 帮王柯还债 在经历了几年的打拼后 终于将四亿的欠款全部还上 然而事情到这里是不是就结束了 如果是 那么必然是一对共患难的夫妻悦然屏幕 然而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接下来就让郭憨憨带大家一一揭秘 第一 刘涛为什么会嫁给王柯呢 第二 刘涛为丈夫呕心立血 真的值得吗 第三 王柯为什么会破产呢 第四 只有相互扶持才能走到永远 那么刘涛为什么会嫁给王柯呢 首先因为爱情 2007年 刘涛和身价200亿的王柯 在电梯里偶遇 王柯第一眼就被长相出众的刘涛吸引了 于是 他托朋友介绍 正式认识了刘涛 立马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各种浪漫手段轮番上阵 甚至还霸道的说 你就该是我老婆 面对有强大气场和魅力 又多精的王柯 刘涛彻底沦陷了 和相识情20天的王柯领了证 他还说 如果再决定要不要嫁的话 也许这段感情就错过了 在金星秀节目中 刘涛就提到 在相遇时 就觉得王柯这个人挺不一样的 刘涛不喜欢画很多的男人 他就是一个画不多 而且很聪明 有智慧 刘涛比他大两岁 但是他的气场 跟他当时27岁的年龄很不相符 他气场很强 而且很有魅力 我不是很喜欢画很多的男人 然后他就是一个画不多 但是又很聪明 很智慧 我不会想接受 比我小的男孩 你比他大几岁 比他大两岁多 还好 你比他照大 我是29岁 他是27岁 我就想现在 如果说26、27岁的男孩 你会觉得 他就是很小 对对对 是 真的很小 但是呢 就是 他自身是一个 很强大的气场 跟魅力在的 在很多方面 他比我成熟很多 这个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两人看对了眼 怎么看都得劲 不仅如此 前一段时间 看刘涛和王柯 参加《亲爱的客战》 发现刘涛和王柯 虽然结婚已经十周年了 还能如此的甜蜜恩爱 其次 两人都很优秀 刘涛参加了 环珠格格的第三部 同年 他以天龙八部 刘涛获得了金男方奖 和最具吸引力女演员讲 事业蒸蒸日上 在事业巅峰时期 认识了王柯 当王柯遇到刘涛时 他还是一个 意气风霸的年轻人 京城四少的名头 家境优渥 当时 王柯喜欢玩汽车 他的生活简单而快乐 那么刘涛这样 为丈夫拼命赚钱 呕心力血 真的值得吗 首先 实际上不值得 在欠下四亿巨款之后 王柯又开始搞事情 被网友爆料 声称王柯做生意破产 又再次欠下六千万 此时已经爆料 网上可谓是风起云涌 不少吃瓜群众的心情 都相当激动 甚至有网友讽刺说 这哪是嫁入豪门 这是要坑你了 不过郭憨憨 觉得网友说的这话 完全是没毛病 想想这些年来 刘涛的付出和努力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在王柯被宣布破产之后 刘涛很快就付出了娱乐圈 而且接了不少电视剧 电影以及商演 刘涛一时间 几乎成为了一个 极为高产的女演员 《芈月传》、《狼牙榜》、《还乐颂》、《还乐颂2》 这些电视剧 可以算是刘涛高产的作品之中 相对比较出名的 而且从这些电视剧中 我们也看到了刘涛真正的演技实力 但是刘涛如此辛勤的付出和努力 并不是为了让王柯再次败家的 刚还完上次欠的钱 转眼又欠下六千万 遇上这样不争气的王柯 只为刘涛布执 其次 情感上没有得到依靠 打开刘涛的微博 上面大部分都是关于他工作的动态 一会儿是宣传直播 一会儿是宣传代言廣告 一会儿又是宣传拍摄的影视剧 可以看出来 她是妥妥的一枚工作狂 难怪会被娱乐圈称为拼命三娘 如今 刘涛成为了一线当红艺人 自带很高的流量 但是同时 她也是一位用实力说话的女人 她能有今天的成就 并不只是靠美丽的容颜 而是用心情的汗水交换出来的 在《风风雨雨》中 刘涛嫁给王柯已经13年了 他们拥有一儿一女 她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但是也很辛苦 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 就是想在累了 倦了的时候 能有一个依靠 谁不想生活的岁月静好 但是前提是得有一个人 为你负重前行 一段婚姻 犹如给了女人第二次生命 一段如意的婚姻 让女人幸福美满 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让女人愁眉不展 如今 刘涛经过多年的打拼 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拼命 不敢停下奔波的脚步 可能是一招被手咬 十年怕紧生 一个人从人生的巅峰跌落低谷 尝尽了人情冷暖 才知道这个世间 唯有自我强大 才是人生永远的依靠 金钱和物质 才是人生的底气 王柯自从破产之后 就没有什么作为 一直都是刘涛 在挑起杨家糊口的重担 他也不能给刘涛安全感 刘涛只有一直不停地奔波 一直赚钱 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丝安慰 一点安全感 为了孩子 为了家人 他不敢停下忙碌的脚步 想想真是一个女人的悲哀 其实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但是为了孩子 他一直在硬撑着 生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外人只能看到表象 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 才知道日子过得好坏 那么王柯为什么会破产呢 首先 王柯是从事金融行业的 公司主营证券 2008年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雷曼公司都没能挺过去 王柯顶不住也算正常 其次 有亲人背叛的可能性 这个王柯自己在访谈节目中 有提过一嘴 他一直觉得身边的人和兄弟 都会对自己不利 所以之前并没有用心对他们 再次 王柯本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当时很多人都说 王柯性格刚猛 坐视心急 金融行业明显是高风险 高回报的 如果太过激进 爬得高的时候 也意味着一旦跌下来 就会很惨 在刘涛帮忙王柯还清债务之后 王柯又尝试过投资 结果还是败战而归 估计确实不是这块料吧 只有相互扶持 才能走得更远 圈中有一个女明星 她也经历了跟刘涛差不多的经历 但是她比刘涛牛 老公欠债12亿 她用一周帮忙还清 这就是女星甘薇 说到甘薇 可能很多人都陌生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她在12星座离奇事件 饰演人格分裂的唐玲 她把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 完全把这个角色展现出来了 很多人都被她的演技给征服了 甘薇也获得了业内专业人士的认可 甘薇的眼光也是很好 投资网剧《太子妃生殖记》也是大火 她的丈夫是贾跃亭 被称为音乐公司的董事长贾跃亭 由于投资失败 他们的所有财富一瞬间全部消失了 让人更伤心的是 在得知公司出了问题后 那些所谓的好朋友 很快地收回了他们的所有财产 雪上加霜的行为催垮了公司 养家糊口的担子 落到了甘薇这么一个女人的身上 看着一夜之间欠下的12亿的巨战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她的丈夫去了美国 只留下甘薇一个人处理 甘薇没有气馁 还为自己的丈夫能够早是回国 她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用了一周的时间 团清了丈夫的12亿巨战 郭憨憨看来 既然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 而且不免会有靠山山倒 靠水水流的那一天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当自己足够努力 也能让自己有抵抗风雨的资本 人生路上学会靠自己的狠角色 一般不会过得太差 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并且为之付出努力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 也能够不被淘汰 只有努力的女人才有好的命运 才不会轻易出局 懂得不断突破自我的人 像刘涛一样拼命 终将会赢得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我正爱音乐的业绩 我已经查过中国上海的噪音两个标 晚上十点半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超过五十五分配都是绕 如果是深夜超过十五分配 已经过水绕 现在已经是十二年了 我用iPhone自带的分配感 就测试过你房间的音乐 已经超过七十五分配 我报警很合理 当然啊 如果你有什么意义 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随时报 我需要睡 I don't want to have to tell you again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我不像今天一样 等十五分钟才报警 我不会立即报警 而且向你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希望小伙伴们收听愉快 咱们下期再见